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脑子的 人家讲那种搭着边的一点点昏笑话 你也会笑 你以为护法生都不管你的 错了 师父 忏悔 我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护法生不告诉我的 所以交朋友要特别当心啊 年轻的嘴巴 那是有佛心的 不一样的 人间的东西都不能讲的 你讲多了 你就犯戒了 听不懂啊 嗯 时刻保持自己像超脱 像出事法一样的 超脱这个境界 不要在人间游荡 嗯 明白了吗 对不起 师父 我错了 恨悔 这就是你的罪孽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谁不当心 谁就出差错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那师父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找到工作呢 你什么时候嘴巴不讲乱讲话了 许个愿了 菩萨就给你了 那您帮我看一下 我那胆上有一个小肌肉 您帮我看一下 有问题吗 我看一下啊 哎 谢谢 哦 哎 不是胆哦 不是胆哦 有点有点接近肝哦 哦 是吧 嗯 你要特别当心哦 哦 嗯 你的胆还有石头 对对对 那我这个是需要念小房子 你这个跟自己的业障有关系啊 你作孽了过去 哦 我以前是吧 嗯 以前作孽 你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情吗 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 我就说我现在这一时的 不是上一时的 对啊 是不是嘴巴太坏呢 对啊 还有感情 哦 感情跟人家 感情跟人家破裂之后嘴巴还要乱讲 哦 你这样 你这是 你这是造大业的 我告诉你 下面都要管住你的 OK 我告诉你 你那个对方那边 那边那个人气得不得了 求菩萨的时候跟菩萨讲过了 哦 这个是护法神他就会管 因为凡是任何人求菩萨 护法神就会管 OK 所以你自己赶快念解极之后 还有礼佛 不管是过去的 一定要念 感情方面 但是我现在就是 您才认识 我就是现在想不起来 我是得罪了哪位那个 那个 我回去 我这两天好好想一想 反正也忏悔 做错 你还要讲啊 你嘴巴还要讲啊 你还要装枪做事啊 你过去 过去结婚也不知道是结婚之后 你感情感情发生过这么大一次变化 你忘记了 你在装枪做事啊 我不管你了 没有没有没有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告诉你装什么样子啊 你自己有什么毛病不好好改 行一定改一定听台词 你自己嘴巴坏你不知道的 这个我知道 人家要你不要你 跟你不开心了 弄人家你忘记了 是是是 你讲人家什么你还记不起来啊 是是是 讲人家误录你啊 我错了我错了 你还不改啊 我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 什么意思啊 我正常跟你说了 你不要到阎丸老爷这里再去 把你的档案拿出来给你看看 你才相信啊 是的是的 我做错 做错事情 我一定好好忏悔 好好忏悔吧 保抄老命吧 嗯 我告诉你啊 干上讲东西的话 这个人没几年啊 不进化了 上次有一个山东女的 打进电话来 台南不是说她讲婚笑话吗 嗯 不死了 对我还听到 听你道 是是是 你们不要 你们一个个都不要接受好了 我跟你们讲 还有人 护法证一看我讲你们讲的厉害 护法证就 啊 有人管你们了 就算了 他不 不对你们惩罚厉害了 如果没有人讲你的话 你 我今天就说 啊 是吗 你没有啊 你们好 你好好念经 你接下来 你看看护法证怎么惩罚你呢 你还要跟台长 装模作样啊 没有没有 真的不敢 台长 这个倒真的 自己知道就好了 我早就跟你们讲 天网会会树而不漏 我告诉你 没用的 嗯嗯嗯 吃全树了没有啊 嗯还没有 你不要再跟我讲打电话了 不吃这 不吃树 你不要再跟我打电话 我告诉你 我看你 活不多久了 你 嗯嗯嗯 你马上要吃树了 你身上长东西了 还不吃树啊 行行行 台长 行行行 马上了 电话挂了 就跟我去许院局 你要是自己 这个业障过不去的话 你很 很快就会长东西了 嗯 如果你干上长东西 你也没多少年了 我告诉你 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